就是用來吸鼻震 以及分散你的頭部重量的力量 在你的頸部 每個頸椎和頸椎之間 都會有個孔 那個孔就是一條神經出來的 例如這些就是神經 頸椎神經 頸椎神經一般來說 就是從頸部的孔到肩膀 然後到前臂 前臂到手指 頸椎主要支控的是上肢的肌肉 所以有時如果頸椎錯位 例如下面一堆神經 如果能觸碰到或扎到 有時可能會有些手臂的感覺 好了 這兩條紅色是什麼呢 整條絲帶 其實這兩條是屬於肌肉 紅色的絲帶是屬於肌肉 這就是頸部深層的肌肉 深層肌肉有什麼作用呢 一會兒我會和大家講一講 總括來說 頸的結構是有七支頸椎 但每邊有神經線出來 所以有八對頸椎神經 那肌肉呢 那肌肉呢 頸部的肌肉呢 就有分深層 sorry 有分深層和表層的 那位深層呢 深層的肌肉呢 就是剛才的圖 就是這些比較貼骨的肌肉 那表層的肌肉呢 那表層那些呢 就比較是 就是你肩膀的肌肉 是用來動動頸部的活動的 是用來動動頸部的活動的 就是屬於表層肌肉 那頸呢 其實每個人呢 你會發覺一條頸不是直的 這條頸呢 其實是有它心理上呢 是應該會有它的弧度的 而這個弧度呢 是根據很大的調查報告 不是調查報告 不是調查報告 即是一些的研究 就頸的一般正常 成年人的頸的弧度 就大概有三十度至四十度左右 所以有時候呢 如果你見到一些人是向前傾 那它的頸的弧度呢 就是會減少了 那這些頸的弧度呢 如果減少了 就可能會以後出現到一些的 毛病 由頸椎性去引發出來的 那這幅圖就容易些 讓大家去明白到 究竟是 我所說的弧度是怎樣的 那圖中呢 你就見到呢 這個頸椎呢 是有它的弧度 是類似這樣的方向 那但是呢 你的胸椎呢 是另外一個方向的 但是 但是 腰椎呢 和頸椎呢 是有 是屬於同一個弧度的方向 那這些弧度的方向呢 有什麼作用呢 首先 它 頸椎的弧度 它 它 其實 你知道一個人的頭 是 都幾重一下的 那它透過這個弧度呢 它可以去平均地去分散 你的頭的重量 如果 你的頸骨 過直的話 那它的力呢 就不可以這樣 很平均地分散 那最後呢 就 它的結果呢 就是你的頸部 要是肌肉勞損 或者是 有些磨損 因此退化 或者是 會有些頭昏的現象 除了頸部的結構之外呢 我也想解釋一下 脊椎管的弧度的結構 你知道頸椎有頸椎骨 腰椎有腰椎骨 在椎骨後面呢 它是有一個洞 那每個 人體裡面呢 就有33個 33個的椎骨 33塊的椎骨 那每塊椎骨呢 搭在一起 再加上一些肌肉啊 印帶啊 那它就會形成了一個 叫做脊椎管 那為什麼脊椎管那麼重要呢 因為它裡面有個 脊髓 脊髓裡面就有 中樞神經系統 那中樞神經系統 那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你腳板的感應訊息啊 你手的感應訊息啊 全部都是透過中樞神經系統 運送回到大腦那裡 而作出一個分析 那就是說 平衡啊 或者是你痛啊 痛楚的訊息啊 全部都是透過中樞神經系統 這樣去輸送回大腦 去做出一個分析的動革 那好了 那在頸的結構裡面呢 我就想提及到呢 就是關於第一節和第二節 那在一些調查報告 研究報告呢 就有顯示過 這兩節的頸椎骨 是比較多神經線路經過啊 和交接的地方的 那它這些關節呢 那它這些關節呢 那裡面 就是每個頸骨和頸骨之間呢 都是有個關節去扣住的 那在這些關節裡面呢 它都是會有很多神經支控的地方 就是支控那代表什麼呢 就是說它的感應呢 是相當之敏感的 那還有它頸這兩節椎骨呢 都是會有較多的肌肉纖維的 那纖維 那因為它是有肌肉去附帶著這兩個椎骨 那所以呢 那有時候 見到呢 你後枕的肌肉呢 你摸下去的時候呢 可能會有些軟的感覺 因為就是 它是比較多的肌肉纖維 和它的感應力呢 就比較 比較 比較強 所以你會覺得 啊 爲什麽這麼軟軟的呢 那麼 輕輕力 摸下去 那除了解釋頸椎的結構之後呢 我也想說一下 關於 平衡的機制 那 一個人的平衡 就是 你站得穩不穩呢 就關於幾件事的 一 就是你眼部收回來的訊息 那你看著 究竟你接收的訊息 譬如 這塊地是否軟軟的 還是軟軟的 這樣你可心裡有一個判斷 究竟是需要用些什麼力 去站著 第二就是 內耳的平衡訊息 就是 你聲音都可以影響到你的平衡 第三就是 你腳底的肌肉 告訴你 的感應訊息 那這個都相當重要的 因為你的腳底的肌肉 有些是觸覺 就可以告訴你 究竟 究竟 是屬於平 線 還是 軟 還是硬 而 他告訴你 大腦 大腦 就可以分析 分析完之後 就會給予指令 即是說 究竟是否肌肉 要硬實一點 因為地下軟 你就要穩定一點自己 影響平衡的成因 全部都是關於剛才的圖 即是說 如果這些 眼部訊息 或者內耳訊息 或者 這些肌肉的感應訊息 如果是不一的 不協調的 它都會影響你的平衡系統 令到你有些 侮辱平衡 輕舊舊的感覺 還有 可能覺得 有些 站得不穩陣的 除了這些訊息 即是受影響 可以影響到平衡的機制之後 其實傳遞訊息 如果傳遞訊息 在途中受到阻礙 它都會影響到你的平衡 譬如 頸椎骨 如果大家剛才記得 頸的結構 每個頸椎骨 後面 都會有一個追管 頸椎座 可能會影響到 平衡的訊息 傳遞 好了 這些 只不過是總括方法 告訴大家 而頸椎第一和第二節的神經線 主要和人體的平衡機制的訊息 是有很大的關係 研究也有指到 後枕骨的肌肉和你的肌肉 都有莫大關係 因為後枕骨 是和第一和第二節的頸骨的結構 有些關係 因為它是黏在第一和第二節的骨 如果這些肌肉過緊 都可能會容易引致頸椎的錯位 而頸椎後的肌肉 因此 我想說 而頸椎後的肌肉 如果過緊 就會影響到 引致一個錯位 而影響到 那些訊息 中央神經系統 輸送回大陸的訊息 外國做過一些援救報告 途中 一個人在頭上 掛著一個紅外線的筆 或者紅外線的放射器 這個測試究竟是可以做什麼呢 它的主要目的 就是想去測試一個人的頸 對他的感應的能力 譬如 他做這個測試的時候 人是要合上眼睛的 中間就放了一個 類似有目標的問題 他就會合上眼睛 轉到左邊 儘量轉到左邊 然後測試其中 就會叫他回到中間 在他回到中間 他覺得在最中間的位置 就放掉 然後相同 就去右邊 另一個頭去右邊 又閉上眼睛 然後再叫他回到中間的位置 那顯示出呢 這個測試顯示出什麼呢 原來這個測試顯示出 一般人 他比較過上兩節的頸椎有創傷的人 和沒有創傷的人 他發覺上兩節有創傷的人 那個感應力是比較差 比較有偏差 偏差的意思就是說 他覺得回到中間的位置 他的紅點可能會出去了 黑色這裡 而不是回到中間的黑色那裡 但正常那些呢 他反而是全部都可以回到中間的黑色那裡 那顯示出呢 如果你上兩節的頸椎有創傷呢 你對自己的頸椎的感應力比較差 而這樣呢 也有機會會影響到你的平衡系統 就是說 你可能會覺得有些 有些不穩定 容易跌倒的感覺 那這個只不過是一個 那些研究報告 顯示出的數字 究竟說 是上頸椎的創傷 和沒有創傷的人的比較的數字 顯示出 上頸椎受到創傷的人的平衡力 是比正常人比較差的